看到不管是直升机或者是救生艇或者是快艇都是不断的来到现场 而其实除了这个警消之外 这个民间的救难队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列 这一消也出动了至少50名以上的这个救援人员来要进行协助的工作 而事实上他们身上其实带着东西包括了这个被子和衣物 还有这个单架 这个被逐的这个衣物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其实非常的寒冷 而这些仪式现在目前还有乘客是受困在这个机身里头 如果被救出来的话要赶紧给他们衣物来保暖 否则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面已经困了非常的久的时间了 所以就是很怕他们会因此失温 所以就已经被妥了这个被子还有这个衣物就是随时 如果任何的这个任何的乘客被这个从这个机身里面救出来的话 就要赶紧来进行协助 那事实上其实有一些单位其实也送来了不少的物资 旁边都已经摆在桌子上面 其实就是要给不管是给要给这些被救提的这些乘客 而目前这个根据目前所掌握到最新资料 这个数字也已经出来了 确定这个机上是有53名乘客跟5名机主人员里头 其实有9名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 那目前其他的乘客陆续被救出来都已经送到了医院 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机海里面其实是还有乘客受困在里头 因为刚刚我们有问到现场的消防人员是告诉我们说 现在他们其实都已经拿了这个破坏的工具 那这个破坏这个机身才可以要确认说这里头的乘客 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就是因为当时在这个10点多的时候 这个飞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之后 不久就直接撞到了这个大桥 所以这个机身其实是断成了好几节 然后直接在浮在这个水面上面 也就是担心这个机身就是破坏的太严重了 所以导致这个乘客受困在里头 可能就是没办法脱身 所以他们就被捕了很多的这个 不管是这个破坏的工具或者是这个大机具 来确认可以把这个机海给这个破坏掉 破坏之后才可以把这些里头的人给救出来 而且可以看到其实警消人员 其实也不断的来到现场 消防人员也拿来的这个水上 把这个水上的摩托车也运到了现场 希望可以来进行那个协助抢救的工作 有不少人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身穿了这潜水服 就是要潜到这个这个河里头 就是要确认是不是还有乘客在里头 因为其实根据这个掌握到的数字 应该是还有乘客受困在这个机海里头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几校人员都赶紧来到现场 这一校还有这个民间团体 这个救难单位都已经来到现场